今天呢,当然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生日是 假如有民国年OK,可是如果你不是英文环境的话 那应该显示出来应该还是西元年了 那就用value就会有问题,如果你是用value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改一下,你可以用刚刚同学提到的就是 插入函数的话,那这个地方就不是用文字类函数 那你可以用日期及时间里面 那这个函数类别底下有个year year的话呢,就是抓这个生日里面的年的部分 但是他抓回来的话,一定也是西元年 1981嘛,所以你再把它减掉1911 得到的话呢 那会是什么呢?得到的结果的话 那也就是会,这个是后面减 所以这个先把year先取得 取得完之后的话呢,在后面再把它减掉1911 OK,然后呢,减完之后得到的 就会是几年次 不过呢 我刚有特别提到啦 在esale里面呢,他只要侦测到 这个资料里面可能是日期 他就自动帮你格式化 成什么,成那个日期 所以他这个有时候有点太多事了 所以怎么办,没关系,按右键 再把储存和格式 改回什么呢 改回通用的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得到几年次了 OK 那几年次的话,当然如果你要 让底下也全部取得快速点两下就可以 在这个空点上快速点两下 那得到最后的结果啦 用year来完成 那另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用test啦 那你会发现呢,得到之后的结果 他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可能也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的结果 它的对齐方式也是靠右对齐 也就是year得到的结果 它会是数字,而不是文字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如果我要统计 哪个年次的人最多的话 接下来怎么做 再来就是插入 枢纽分析表 就OK了 不过 如果你用枢纽分析表 还有第2个重点 就是说呢 你的资料一定尽可能是正规化的状态 否则会出问题 所以 使用枢纽分析表 第1个呢 可能你需要这个栏位 第2个的话 资料 尽量是正 所谓的正规化 就是说 我们栏位名称 一律在最上方 也就在第1列的位置 可是上面这边 现在有其他的资料怎么办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它删除掉 所以呢 请你把1 跟2 这两个栏位 选起来 有没有放在1跟2 把它向下拉 按右键呢 把它删除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上面的这个 不需要的资料删除的话 资料不是正规化的状态 那你做出来 枢纽分析表 也是错误的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枢纽分析表 其实 要求的并不多啦 反正就是说第1个啦 你需要 你要统计那一栏 有了 第2个的话 就是说你资料的位置 一定要是正确位置 你不能说 加了一些不需要 还有就是像说 有些同学常常遇到问题 就是那个 资料里面有跨栏置中的问题 不行 跨栏置中也不能 就是跨很多栏 不行 你可能要把它 恢复成 原来的状态 最好就是 类似像资料 库资料表的 这样的 这样的概念 也就每一栏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 年次这一栏 那游标只要放在这个储存 这个范围里面 其中一个储存格 然后插入枢纽分析表 插入里面 找到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 他会先问你说 是不是这个范围 对的按确定 那我们怎么统计年次 很简单 把年次 找到这个栏位 向下拉 拉到列 因为主要分析就是列 OK 然后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值这个地方 你拖拉下来 如果 这个栏位里面 的资料形态是数字的话 他预设呢 会是加种 就帮你加在一起 可是问题 年次加在一起 怪怪的 50年次 50个 不对吧 应该是几个 所以我必须把 他的加种 改为技术 那怎么改技术 点那个 这个 向下的箭头 直的栏位设定 把原来加种改成技术 按确定就可以了 只要是你拖拉下来 栏位是数字 他就自动帮你加种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得到的结果 这个地方 58一个 59一个 60一个 61两个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我并不是 希望说 个别年次 几个 这样统计 我希望 五年集生 一个群组 六年集生 一个群组 那五年集生 就50到59 60就60到69 所以你可以在 游标放在 年次的下方 一般是放在A5上方 A5上按右键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群组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群组 组成群组 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群组 要从 哪一个年 哪一个年次开始 50开始 然后呢 结束的话就是79 所以79开始 那中间间格值的话 50到59 就10个 60到69 10个 所以这边 间格值 就输入10 好 那再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50到59 一个group 60到69 一个group 那统计出来了 当然呢 你的 统计表出现之后 如果假设你希望视觉化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再去点选什么 点选 这个枢纽分析表 的 右上角会有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你就怎么样呢 点选枢纽分析图之后呢 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呈现 当然你可以 按最简单的 我们用直条图好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显示出 你要的结果了 那理论上的话呢 当然你 最简单 最需要再调整的 顶多是这个地方的 标题名称 比如说什么 年次统计之类的 把这个 打上去 然后也许颜色可以变一下 这样的话 其实基本上 就会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统计表 甚至这个图例不用了 这个delete料也可以 那就 很简单的 马上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个会员里面 占比的情况 是怎么样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你会发现 他做完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会在 我们的工作表里面 所以原始资料在这里 他会在前面帮你多增加一个统计 叫工作表2 那我刚刚的话就是 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把年次 拖拉到年次 年次再拖拉到年次 再来把这个地方改成技术 OK 改完技术之后的话 再到A5上方按右键 把它群组 群组完之后再绘制图表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 年次统计 也许他这个名称叫工作表2 看起来好像不太清楚 干脆 改成叫年次统计 好了之后的话呢 就完成 你可以切回来 切回来就可以看到 他前面这边有个图表 后面的话就是他原始资料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 延伸再练习一下 就是多一个 统计那个生日的部分 OK 那把画面再停止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栏 ?!